冰激杂念,是不是还挺简单的,找到掌控自由的感觉了吗? 我... 宜典的第二次游戏结束,那么按照游戏... 等一下,他之所以落后,好像是他那辆车的动力引擎中途出了问题,引擎的声音变了。 你的赛车技术很好,对于乐园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藏。 但,这不代表你可以破坏乐园的规则,乐园里只有实力强大的人才能拥有生存的权利。 引擎动力的改变,应该不是意外,是一种设定好的程序,这也是乐园的体制。 那只能怪他运气不好了,可惜,运气从来都是实力的一部分。 带走!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求求让我再试一次。 可恶。 。 失败者,不配拥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游戏,两天后继续。 所以现在我们有四个人。 又少了一个人。 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了。 我们会不会演? 我得冷静下来。 月一直都在努力保护别人。 我也得想想办法才行。 你,在画什么呀? 。 身体 meer。 你像刚才的游戏,将会认为了取材机辅定。 明天即将有些车厢附近的地形。 首先,这叫 EggsKon 超級高級的橋上 還有其他人嗎 这里似乎是车厂工人们的居住区 来这儿和自投楼网没什么区别 除了这四个场景以外 左边还剩下一块有着建筑的区域 但是难以分辨的是什么地方 这是车厂的能源区 会存放一些压缩能量和需要特殊存放的装置 这里很明显 机翼发生爆炸 我们最好不要靠近 能源区 你怎么对这种地方知道得这么清楚 那一块区域我也有印象 外面根本没有任何明显的标识 所以 你们怀疑我 这里是最早被关在这里的人 但是从一开始 你就比所有人都冷静 好像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都有所了解 月竟然是最早被关在这里的人吗 所有人来到这里的缘由我都大概清楚 唯独你的理由最不可信 找妹妹 怎么会找到这种地方来 找妹妹 月和她妹妹 走散了 我早就觉得你不对劲了 你居然还能在大家都不清楚情况的时候 和那些人讨论什么乐园的规则 现在 你又对这种普通人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能源区 这么熟悉 谁知道你是不是和这里的人串通好的 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 大家不要靠近他 你身上的确实有很迷动 但是 抱歉 我不觉得越是坏人 她沒有理由做的,我相信她 不想拒絕了這一切,是不是她裝出來蒙蔽我們呢? 一旦有了先入為主的觀點,爭辯也會變得蒼白無力 你去他們那邊吧,我不在意這些 這樣不行 你 我也被人冤枉而鼓勵過,知道那種無助的感覺 更何況,眼下我們最重要的是團結 月的赛车技术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他靠自己的实力也可以坚持到最后。 他根本没有欺骗我们的必要,请大家再好好想一想。 静,谢谢你相信我,但是不必和他们争执。 月。 我之所以对这里熟悉,是因为我曾经在类似规模的车厂待过一阵。 所有车厂必然会挑选一处偏僻而开阔的地方作为能源区。 仅此而已。 你们信不信都没关系,正如静所说,我的车技一向很好。 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个。 但你们若想活下去,合作就是唯一的办法。 而且地图已经完成了,有了这张地图,一定能想到办法的。 这张地图有什么用? 我们可以根据车厂的地形图,制定一条稳妥的出逃路线。 静,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下来,会不会忘了。 我们下来,会不会不及。 我们下来,会不会不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最适合我们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 啊 正在向我们的路线 我猜 我们没有过多的限制 所以下一次游戏开始 就是最好的时机 大家上了实验车后 不要情绪妄动 看我手势信号 我们出其不意 驾车出逃 实验车 会不会被车厂做过什么限制 我检查过 实验车上除去通讯器 和数据进入一支外 似乎并没有安装其他限制的一期 更何况 我们别无选择 没有声音 若是失败了 也不会有下一次合作 大家养福精神 为下一次游戏做准备吧 开车出逃 不要多想 开车的时候 你只需要点紧前方的目标就好 相信自己 上一场游戏 你做得很好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你之前说 赛车就像是一场噩梦 你这么害怕赛车 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其实我小的时候 曾经因为一场车祸 失去了最重要的亲人 车祸 什么原因 我对于那件事的记忆 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画面 奇怪吧 我明明有着 用于常人的记忆力 却记不住这么重要的事 我常常在想 会不会是因为我太过懦弱 不敢去记住 遗忘者 不见得怯懦 只有不敢面对 才是真正的失败者 到底是不是怯懦 要看你有没有面对的勇气 我可没有安慰你 怎么 才说过相信我 这么快 连我的话都不信了 我 不要害怕 反抗大部分人的观点 往往最需要勇气 刚才所有人都怀疑我的时候 你却敢站出来维护我 请 你原比你想象的要勇敢 嗯 谢谢你 鱼 也谢谢你 愿意相信我 OK 现在有一天剩下 什么差别 明天就是我们行动的日子了 万一失败了 我们会怎么样啊 会和之前那些人一样 我们 会死吗 大概吧 我们 也会在无边的黑暗里想 消失吗 我们可以离开的 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离开的 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还有很多想看的风景 北地的奇光和星辰 南方的海浪与潮汐 我都还想亲眼看一看 你们呢 从这里离开后 有什么想做的事吗 如果能离开的话 我想去大吃一顿 小时候家里厚小的梅菜饼的味道 最近总会想起来 一定还可以吃到的 我还有一条一直没守着穿的碎花裙子 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你穿碎花裙子一定会很漂亮 月的愿望是什么 你先前哼的那支曲子 其实是东边 一个名为吉星的车厂传出的 吉星追求浪漫和自由 每一辆车每一条赛道 都急剧幻想 每一名赛车手 都可以自由彰显自己的个性 不够有嘲笑和气力 以前 我有一些事 始终无法深吻 但是现在突然也觉得 你又那么重要了 我希望以后 可以去吉星守护 无所束缚 远离偏见与痛苦 这条绑带送给你了 这是 彼岸花 这朵花或许有其他的意思 但对我来说 它是彼岸的象征 我曾和妹妹约定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忘记心中的梦想 所以用这种花 来提醒自己 这么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要送给我 我在你身上 看到了我妹妹的影子 只不过 你还缺了一点勇气 我希望你以后 也可以像现在一样 无论遇到什么疫情 如今是心智所向 达到彼岸 月 谢谢你 我会努力的 既然如此 要不要以后 和我一起去吉星 嗯 一个人的旅途 未免有些无聊 如果你愿意一起 应该挺有趣的 我也想看看 你能愁长成什么样子 吉星很适合你 我要去 我也想和月一起去看看 那个没有束缚 可以彰显个性的 浪漫而自由的地方 我也想成为一个 像月姐姐一样坚强的人 那我们约好了 嗯 明天的行动 你不必担心 我会陪着你 又到了魏乐园狂欢的时间 各位见证者们 准备好了吗 只要想着最后出逃的位置就可以了吧 我还要和月姐姐去吉星 我可以做到的 可惜 这个地方终究不会成为任何人的乐园 你们赛道上的检测装置 已经被我破坏了 什么 检测设备哪有这么轻易 原来是想要逃跑 倒是有些想法 但是这样 游戏才更有意思 编号001到004实验品出逃 游戏模式变化 出动编号Z07装置 不许戏模式变化 这些人是在车货的那些人 可恶 这几辆车动力太强 这样下去 会被追上的 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稍后 会通过之前进入标注的记录 与你们会合 你们先走 这样他们追来了 小心 小心 我们先走 快点 消满 准备 用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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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